高雄空军官校AT-3教练机在今天上午进行训练 结果传出了不幸的坠机意外 造成了一名少尉飞官不幸训职 23岁的少尉飞官徐大军 原定在8点03分要进行第二次单飞 但是在起飞之后三分钟光点消失 军方扩大搜救 最后在岗山田错一路附近寻货 但是徐大军已经不幸罹难 当地的军民就说了 坠机当下声响很大 还以为是爆炸 整个房子也都在摇 随后也发现了 在附近的树丛里头 找到了飞机的残骸 至于父母亲接获噩耗 也立刻南下处理 整个相关事宜 双亲也很悲痛 他们痛失暗子 黑烟直算天际 还传来轰隆隆声响 焦练机坠毁 大量浓烟飘散 随后机体残骸陆续被寻过 疑似撞击碎成好几块 四散在树丛间 不远处的田地也找到上官零件 伯军进驻现场封锁警戒 三十一号上午空军官校AT-3教练机进行训练 当时徐大军少尉进行第二次单飞 八点零三分起飞 但三分钟后 在机场东北约五里处光点消失 军方极力搜救 消防也支援 人机在钢山田措一路附近找到 却不幸罹难 军方同袍列队禁礼 父母忍背南下赶往现场 儿子就这么没了 要看一眼生前最后这段路 丧子之痛难以言喻 空中并没有接到任何飞机故障 以及人员弹射哮展 无线电护照 AT-3教练机是现役的高级教练机 除了平时教练用途 暂时也可担任轻攻击 对地扎射等任务 例行性训练传意外 墜毁时解体机还散落 但没有撞到民宅和建物 少尉把伤害降到最低 自己却殉职 网友哀悼 每次的牺牲都让人心痛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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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